注意看 众议院议长遇袭 可惜只是一张飞盘 袭击她的竟是恶魔之子巴特 小黄穷困潦倒之际 突然发现妹妹竞选上了总统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 但不幸的是 丽莎接手时国家已经接近破产 并欠下高额外债 总统向人民承诺的誓言将无法兑现 快丽莎 打开你的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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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莎对哥哥的突然来访感到意外 小黄想和妹妹一起当总统 丽莎觉得她一定是疯了 小黄随即向妈妈告状 丽莎只能默许 辛普森一家在白宫蹭吃蹭喝 总统吃个早饭都好大个阵仗 当她提到消减预算 把随心人员都吓跑了 突然窗外一架直升飞机飞来 原来是小黄派去接酒友了 丽莎表示国家都快破产了 让她省一点花销 此时大黄带着妻子 在白宫里到处刨金 据说第四十任总统埋下了宝藏 大黄这一刨 直接凿穿了总统的办公室 国家想要避免破产 就必须欺骗国内人民 谎称征收暂时性还款税 还有三十秒就拍拍 这时小黄闯了进来 她希望妹妹在全国演讲时 为自己打歌 莉莎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 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还清贷款 好家伙 小黄竟把总统的谎言拆穿 演讲草草结束 莉莎恨不得把哥哥掐死 就连特工也上来帮忙 总统的支持率跌到谷底 莉莎着急幕僚问开会 官员提议 出让本国的领土还债 这时小黄又出来捣乱 丽莎把她派到印第安保护区 那里都是些政界的弃子 小黄逐渐意识到她被妹妹嫌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黄终于挖到了总统的宝藏 没想到里面只有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金字在人民心中 又是政府给人民画的大饼 莉莎召开了债权人大会 各国的总统全部出席 他们不能容忍世界霸主的赖赵行为 这时小黄赶来救场 向大家承诺已经安排银行转账 让大家回去耐心等待 众人在她的忽悠下纷纷离场 小黄为妹妹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等下次各国来讨债时 那已经是下一任总统的责任了 Legalize it Legalize what Oh Oh Consider it done